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股市是大涨的 原物料是大涨的 美元是强谈的 可是加均手上有日币 有黄金的 可能叫酷酷 为什么越来越叫黄金大跌 一口气跌掉20块钱 美金每盎司 那日元更是往105块来贬值 到底这个川普选上 跟希拉伟选上 选前激烈 那选后会不会震荡呢 水上我们请专家来做观察 好 另外我们要看到 这个会员制 尤其现在 世界上的一个新的网路交易 特别是O2O 虽然网红很多 可真正能够把这个生意 变成一个具体的收入 我们今天请专家 来解读 这个会员经济的一个发展 所以那么晚 我们先观察 离美国选举开票 剩下大概最后不到48小时 现在这一场选举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一场真小人 跟伪君子的大战 那为什么叫真小人 因为川普专门借钱不还 那人生历经至少三次破产 但每一次破产都能站起来 到现在为止 他因为破产的关系 还不用交所得税 这是为人诟别的地方 那虾伟更了不起 这个虾伟跟克林顿 这档夫妻 观伴你知道吗 过去40年当中 光是靠选举 他的基金会就募了40亿美金 就是越选越有钱 选举40年就募了40亿美金 还不含他跟他老公的 克林顿的演讲费 还有包括他们的版税跟稿费 所以全世界最会利用政治来赚钱的 希拉伟克林顿 那我们看到这个夫妻党真的很厉害 甚至最近我们看到 包括希拉伟的弟弟 在海地包工程 克林顿甚至接受 俄罗斯国企的政治现金 到底希拉伟是什么样的伪君子 而真小人川普 现在这个选情又如何 好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 这场谁是接班人 这次的选举也使得美国 我们看到这个差距越来越大 整个国内出现非常严重的分裂 可是我们先回到市场做观察 为什么这个最新的发展 就是礼拜天FBI不调查了 希拉伟民调瞬间反弹 今天礼拜一亚洲股市好热闹 对 当然从这个选战已经打了一年 在最近的48小时以内 开始要做一个决定 本来紧崩到不行 因为两个人的差距甚至差到只有一个百分点到三个百分点 大家一下子说压川普 一下子压希拉伦 但是我们从今天的一个讯息出来来看的话 真正的美国最有权力的人不是总统 而是FBI 因为他两个礼拜以前重启调查 希拉伦的民调马上掉下去 川普马上起来 昨天他又说不调查了 马上又变成了一个猪洋变色 我反映在美国的股汇市已经全球的股市汇市 现在都刺了一旦 因为这两个人一个烂一个坏 任何人当选对全球的股市汇市都是不祥之兆 只是说哪一个人的影响比较大 我们来看他的一个这是标普500的一个指数 美国500大 500大的 我们如果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他已经充分的反映 第一个当然已经涨太多了 从2008年到现在的一个涨幅 已经都超过三倍了 超过三倍 这个时候刚好要找一个楼梯下 这个楼梯刚好就是川普跟希拉伦 刚好美国总统的一个大选 而且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也打破了很多美国的一个记录 包括年龄最大 希拉伦69岁 川普70岁 包括这两个选战打到现在 是最肮脏的选战 那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他也创了两个记录 第一个他花钱最少 他到现在才花9100万美金 他自己花了5000万 自己出钱 对 第二个他打破美国所有的总统 从来没有当过州长 没有当过参议员的 如果希拉伦当选的话 他也打破两个记录 一个女性总统 从来没有 因为他老公 接他老公这也是在美国打破记录 第二个民主党交给民主党 这也是从来没有的 所以这次对美国的选民来讲 真的是睁大眼睛在看这个结果 这个世纪以来 我们看过去20年 美国变家族政治了 不是不惜家族 就是克林顿家族 反正就是两个家族在选 什么共和党民主党都是鬼扯 反正就是家族接家族 家族接家族 下次可能下轮的下个挑战者 又是小布希 对 没有错 所以这次的一个选举 我想不管是对华尔街来讲 对所有的包括高盛这些 大的一些公司来讲 他们都做出了一些预估 比如说希拉伦当选 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比较担心的是生计股 因为他说你这药厂赚翻了 这个部分来讲 台湾的生计股最近跌很惨 就是怕希拉伦上来 那当然大家认为 如果希拉伦上来的话 第一个标普会涨5 会涨到3% 这个我是在今天看到的 在两三天前说 不管谁当选都会跌5% 甚至到25% 那如果他当选的话 12月因为FB要升息 所以升息美元会升值 就大家比较对美元会比较 今天美元就超强的 对 比较安心 但是那对南美石油会看跌 还有生计股看跌 天然气势看涨 那川普更不用讲了 川普的一个利空非常的多 包括所有的短期 重说5%到10% 这是很保守的估算 我看到最多的是25% 那美元一定会贬值 那甚至会 因为他要把叶伦换掉 对 那再次会降10个基点 这10个基点非常的大 代表大家把钱去买债券 对 那除了这两个以外 我想川普在最后一次辩论他讲 因为那个华文人就问说 那你会不会接受 这一次的选举结果 他竟然说不会 对 他竟然说不会 所以大家现在美国 又有第三个论点 会不会像2000年一样 2000年高尔他本来是不接受 那个小布希的选举结果 所以他就提起诉讼 因为到明年的元月的 20号才要交接 这个中间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如果美国就像当初的319 我们台湾的319 然后美国人也走上街头 也坐在白宫前面 就凯塔国兰大闹前面 然后有好几十万 好几百万人坐在那边 你看全球的股市会市 真的经得起这样的震荡吗 中文哥我想请教你 你有那么悲观吗 憲哥蛮悲观的 你觉得选上选下 憲哥因为每天结盘 他一定要悲观一点 因为现在卡在那里 不上不下不行 那我的看法我觉得 完全看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基本上目前 体质还是慢慢在好 只是他们两个上去以后 基本上中长期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都强调公共基础建设 因为基础建设有一件 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过去欧巴马的这几年 这四五年来 他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在反映个人的支出 所以他的所有的利多政策 都在强调 我怎么样 比如说我增加健保支出 让你的可资被所得可以增加 那我把股市弄上去 房地产弄上去 就让你的财务能力增加 所以他强调的是个人的移转 钱在中间移转 可是他因为整个财政在紧缩 所以他政府根本不敢投资 好那你现在财军弄完了 你的财政变得比较好以后 现在大家都在想说 美国人的桥梁你知道ABCD四个级 你知道得什么级吗 低 低 所以你现在去美国游览的时候 你要小心你过那个围桥 台湾有围桥美国更多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然后美国的 比如说他们在跑网路 美国的网路速度 居然听说只有到韩国的 不知道打多少折 对 除非你花更多钱 对 所以 因为他已经没有再投资了 所以他们现在回过头来 反而是在想说 因为这两个总统都强调 他们要开始投资公共建设 所以这个公共建设 那现在有可能是什么 就像憲哥讲的 涨多了嘛 回党 所以回党应该正常 可是回党完以后 就看他公共建设拿不拿出来 如果牛肉端出来的话 他很可能会刺激美国再一波上涨 其实阿忠哥把这个 包括从欧巴马到西洋委 川普讲得非常完整跟精准 可是我要请教大家11点钟 你不用讲财经了 重点是这次选举带于多丑陋 这个所有的美国漫画 虽然现在美国媒体都挺瞎的 可是把瞎也画得丑力八怪的 说实在话都很丑陋 那把川普更搞成小丑 这选举真的是 民主选举走到这一步 完全变成媒体的一个 叫做波奋战 互相波奋 对 其实说实在的 哪一次选举没有波奋 我们两次的总统大选 不是也是一样吗 两颗子弹 周子余事件 好像感觉到最后一刻 都会有突然一个政治事件翻盘 那美国这一次真的是很精彩 那为什么我要讲希拉蕊 他突然会 大家会觉得身世大政 我们刚刚有提到 电油门事件 其实今年3月份的时候 他就有亲自出来说了 我是觉得方便嘛 所以我才是这样用 自己私人的伺服器去解决 我的一些公文的一个问题嘛 那7月份的时候第一次调查 FBI已经说不起诉了 也想到他在10月底的时候 又说一次我要重启调查 引起市场的震撼 那时候的民调 7月份那时候民调是已经十几% 变成赢到10%一枚 那这次的民调 原本是从赢大概5 6% 结果这次一调查 反而被逆转了 反车 所以其实这个是不是奥布 不知道 可是这个是神救援你知道吗 FBI突然宣布不起诉 整个名票往上冲了 FBI这个局长他是共和党籍 可是他也反反复复 所以刚刚憲哥讲很棒 美国选举完全是情报投资 做决定 这个是什么样的选举 所以很神奇 之前是说他租队友现在变成神救援 可是希腊友 他奥布不是只有这一步 你看他有发生一件事情 之前我们一直在讨论 他出席活动的时候突然昏倒 还被人家扶进去 结果一扶完之后 奇怪了 危机解密怎么突然出现一大堆 有关于他的情报 说他爬行政治症然后用药 你会发现是危机解密 危机解密你可以写我也可以写 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政治症 是不是奥布不知道 但是影响到他们 这个川普更多了 川普的话他不断的羞辱女性 影片有出来而且才有声援 然后就指控说他真的性侵 甚至也打量女性 有多少钱多少钱 这样相关的言论 把它塑造成什么 物化女性 把它塑造成什么 他像吃汗 对日本的那种吃汗的把他灌在他身上 所以他就说你们都在用奥布在欺骗我 另外你看纽约时报也说1995年的岁 但一公布说他18年免缴税 中错他的选情 你就会知道说 奇怪他就说你们都是奥布 你们都是奥布 甚至于说什么 你们现在倒数48个小时对不对 他之前不是说他不承认选举吗 他还说希拉蕊他操控选举 所以我要号召所有人 都要来去票所监票 可是好像没有什么人理他 他最近又出了一个奥布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前两天在周末的时候他去一个演讲 然后演讲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维安客庭人员跑到台上 把他掳走了 说下面有人拿枪 然后事实上去调查会发现 奇怪是一个反对他的人到现场 只不过稍微走快一点点 然后举反对的一个标语 就被人家说他有枪 然后就走这个是戏还是怎么样 所以他这个到底是不是被枪击假枪击 他演了这一出很漂亮的戏 但是诸队友又出来了 他后来居然说什么你知道吗 说你们在美国有拿枪的人 最好都去找希拉蕊 就跟他算账说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法案 可以让你拿枪 他是不是诸队友 所以说你说最后的这个颇分大战 你要让选举的人 能够临时改变决定真的很难 所以你只能用这种奥布 或许有机会可以反驳这样 好 我们看就是单一选举人的 一个很重要的观察 其实并不是要把自己塑造成神 那单一选举就一席 大家进行一席 只要把你的对手 主要对手给搞臭 搞脏 搞烂 你就选上 所以为什么单一选举的时候 通常不是讲自己的政见 而是批评对方 周建中老师我们观察一下 因为这些选举 民主选举搞得这个完全是颇分 其实到目前为止 到底希拉蕊跟川普的政策是什么 都不知道 大家对川普的政策 在墨西哥当中要建一道墙 要把中国高关税 那希拉蕊的政策是什么 更没有人关系 现在大家只关系 希拉蕊的邮电门 跟他的相关 他跟老公基金会的丑闻 那大家关系川普 是你又不缴税 你又大嘴巴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很多性侵盈语 这群人搞得这样子 我不谈细节问题 因为这个要谈好几个小事 我总觉得像马戏团 这两个人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 那很有趣的是我们严肃地讲 就是美式的民主是不是普世的价值 因为过去是一场梦了 那现在美国有走下坡的危险 但他们很难解释中国的崛起 因为中国是无神论者 当然不信耶稣的 因为美国是基督新教最大的国家 所以这个理论可能要修定了 我觉得美国它这个强盛的国势 其实不到一个世纪的 不过是二战以后这一段了 所以比起早年的罗马时代 跟大英帝国的那时候叫罗马和平 大英帝国的和平 时间还短恨 后面是中国和平的 他们成为Pax Sinica 已经是从习近平时代开始 也可能持续很久 所以这个校长 我认为是个钟摆原理 钟老师因为你是研究历史 因为实际上我们都活在现在当中 所以我们只会看到现在的表态 我以前常常跟我外公台杠 我外公跟我讲很多大道理 我说外公 你是生在乾隆元年的 我是生在乾隆60年的 关门你知道什么意思 都是乾隆 乾隆元年的时候 大清帝国如日中天 乾隆60年的时候 大清帝国一路推平 所以都是生在乾隆 可是你外公 你生在乾隆元年 我生在乾隆60年 我们未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老师心中就是 美国是世界第一 可是他到底是乾隆元年 还是乾隆60年的美国第一 这不一定的 我举那个汤恩比 英国很有名的史学家 曾经来过台湾 那很久以前的事情 他在20世纪早期 说过一句名言 我们现在都在用 就是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 20世纪是美国 21世纪是中国世纪 当时没有人相信的 因为大陆还在动乱当中 因为历史学家 可能他根据几千年的推延 大概抓到一些规律了 我想美国这个国家 缩垮也很快 但是不要忘记 它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 这人口增加 跟资源之间平衡 产生很大的冲击 它的资源太丰富了 但人印多的话会消耗掉的 那我想我们今年这个选举 可能这些占星学家 这些命理的 好像不太敢公开讲话了 实在是误误不 对 今年占星师都不太讲话 以前都是铁口直断 现在不知道到哪去了 是 我很好奇 我们现在这个 就是黑市的这个 压这个底盘是压多少 对 这个我们知道黑市经济 是超过这个台面上的 我现下希拉也听说八四 国外国内都一样 对 所以我想这几天 可能有人睡不着觉 是 有可能准备落跑 对 所以这个选举压很大 阿中哥我们看一下 因为其实观察选举 有很多的方式 那特别是我们要观察特质 由于在西方的 这种民主制度当中 其实它是一个 偶像崇拜的概念 像川普一只想把自己 塑造成雷根第二 雷根当年的形象 他就是一个演员 是一个西部流仔的形象 但是后来 雷根的很多的做法 包括逼垮了苏联 包括了星战计划 给美国人在世界的地位 跟性里面 更上一个台阶 只是川普想塑造 会不会画虎不成反类权 而夏威更想把自己塑造成 这是美国民主的一个 更上一个台阶 我们要从哪些角度来观察 他们的个性跟特色 我们可以从笔迹来看 为什么从笔迹来看 这个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不止美国人在研究 大陆人也很多人在研究 他们说从笔迹可以反映心理 那不知道你相不相信 我相信 他们说写一个Y 就可以来代表 他这个人的很多面向 那我不知道这么多的Y 你喜欢写哪一个Y 你的Y比较像哪个Y 我觉得我们所有来宾也可以写 写一下 你的Y通常是怎么个写法 对 看怎么写一个Y 对 你自己是哪一个Y 我写Y的话 简写一定这样写 你这个话很大 然后我还没看过 爱幻想 性欲强 剪掉 对 我不小心画手 我们不是扑梗 所以从这个统计学 你写一个 我跟你讲 我的Y号比较接近这个 真的吗 有一点接近这个 好 喜欢搞小圈子 因为这里画太小了 我画大一点 但不能画那么大 画到那么大就有性欲有点强 你看 像这个 如果你这个只有一勾 你看 性生活不远 所以它某个程度可以反映 你个人的精神状态 自主意识 然后因为这个东西 你如果经过大数据分析 是不是就可以跟它的个性 还有甚至它适不适合哪些工作 你都可以连接在一起 对 因为我觉得写字是一个行为表现 一个很特别 很突破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局限 也有局限 因为我们现在小朋友都不写字了 对 他都用暗的 所以这个又可能无法追踪 但是anyway 如果他们开始写字的话 他们听说金钟报国 岳飞 听说拔着岳飞的 当初就是看到岳飞写的字 觉得此君可照之惨 看他的字 看他的字就可以来决定 那我们来看一下 希拉蕊跟川普的字有什么不同 这个还蛮有趣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川普的字 好 川普的签名 有林有角的 好 那我们基本上看字 按照这些笔相学 你知道吗 现在不是面相学 叫笔相学 笔相学的分析 大概有三个重点 我觉得比较好记 第一个 你看它字大还是小 第二个 你看它写的用力 还是比较轻 第三个 你看它像这样 是有林有角 还是它比较圆的 你看 这是希拉蕊的字 这是川普的字 对 感觉希拉蕊写字 川普写字很用力 而且有林有角 很用力 而且写得很大 很大字 而且它特别大字是什么 它的D跟它的P 你看它的头跟它的尾 都很大字 是 那这个他们讲说 大小反映什么 反映自我意识 你对你自己的看法 好 那这个川普写得够大 而且你看它明显是比希拉蕊大很多 希拉蕊字轻轻的 像一个很淑女的感情 他就说如果大写得越大 表示他自我意识越强 是 他甚至写的可能签名 会签都隔外面 这种人就是完全看自己 对 他把别人 就当不管别人的想法 可是如果你写得比较适中 就是比较圆融一点 对 好 那从这个看起来 好像个性有点像 对不对 再来你看有灵有角代表什么 是 有灵有角代表好斗 好 就是这个人的个性上面 他比较喜欢跟人家拼了 对 那这个川普明显是好斗 没错 然后希拉蕊就是比较随和 但是讲来听一点 叫老奸巨皇 是 好 就是他比较优柔一点 好 那所以这个又有一个 有灵有角跟这个写字比较圆融 也有一个差别 再来用力 是 用力就代表他的精神程度 对 好 那这个看起来川普 就是非常energy的人 是 好 充满energy 他年纪够大吧 对 体力到了70岁 你看嫩七 对 好 那就证明他的精神程度 还有他的需要这种用力的程度 是非常强的 斗天斗地斗人 对 那可是你看这个希拉蕊 有一个特别 就是这个T 对 这个是希拉蕊在2014年 接受我们桑州专访的时候 写给我们桑州读者的 一段话 那他写什么你知道吗 他写说 Do your best and leave others 这个 什么呢 judgment as background music 就是说你只要做你自己 认为对的事情 别人的批评 你就把它当成背景音乐 听听就好 他天蠍做的咩 对 所以你看他这个 在写的整个字的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 他会听别人的 但是他不会把它放在心上 所以你就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非常 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处理事情来 就喜欢做得比较圆滑一点 可是川普就不是 川普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就是他最近在接受 纽约时报专访的时候 人家就问他说 你小的时候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个性 他说他非常好斗 他只有自己承认他好斗 那他说有什么例子 他说他八年级就好斗 为什么 因为他好斗成心 他爸爸妈妈就把他送到一个军校去念 对对 结果念军校的第一天 他就被人修理 是 被谁修理 被他的一个棒球教练 还有他们那时候的学校的教官 是 就当场去修理他 因为为什么 那个教官就直接问他说 哎 你是来这边要来学棒球是不是 是 他说是 然后就讲了一句脏话 对 就给他讲说不然怎样 是 结果那家伙 那川普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是说 你知道那家伙怎么样吗 他当场把我扁一顿 对 然后结果那记者就说 哇 他拉你的衬衫吗 他说当然啊 不管他怎么拉 但是我觉得他是对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孩子态度不对的话 我就修理他 我就扁他 所以他认为扁他 他反而高兴 他觉得 他当场就跟那个老师就干起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一个小孩子到了军校 还照样跟老师干架 军校老师 好 那问题是 军校老师见他第一面 就扁他 他到几十年以后 他还觉得说 那家伙是对的 对 所以他现在常常在演讲的时候 他说 我很怀念以前的日子 被扁的日子 因为 只要有人敢批评我 我就把他拖出去扁一顿 所以你就知道 他的那个想法 跟西哈瑞这种 强调身段 强调步骤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看到 一个是非常政治 一个是非常的细腻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西哈瑞 那另外这个 跟斗犬一样的川普 则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从两个人的文字 是不是可以看出不一样的东西 周建宗老师 我们看一下 这文字能看到 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因为事实上 这文字真的代表一个人的个性 跟他的一个行为模式吗 对 任何文字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知道 就是法医 法医在这个圈子里面 有学这个笔记学 而且著作非常非常多 是 他一个人重生到死的 所有的他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名字 是签名最多的 尤其是大人物 对 所以那个名字 很有象征意义的 其实会变的 对 那跟你 还有你那个精神好不好 那个字 我们打瞌睡的时候 字写得最潦草 那精神好的时候 字比较漂亮 是 这有差 那还有就是说 政治人物来讲的话 他们的公文里面 都要签字的 对 那那时候没有用电脑打字 是 所以等他走了以后 一生的签字 可以看出他的心路历程 对 我们说他人格的特质 我们现在举这个尼克森的例子 这个鼎鼎大名的人物 Richard Nixon 大家看他的英文的写法 这1968年的 在刚刚就任没有多久 对 很清楚 是 到了第三个以后 因为第三个已经发生水面案件了 对 心情很差 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之后更奇怪了 你看拉成一条线 这叫鬼话符 后面的签字是什么东西 这像希特勒的那个 认不出来了 纳税的那个图 很像 最后有一点点像了 是 那尼克森后来这个死得非常不明语 因为还有就是被我们伤害非常大 因为跟大陆建交 对 去建周恩来这一段 我附带提一下 他后来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 叫做The Leader 领袖们 我们大概翻成其他的名称 他所建过的世界政治人物 他最推崇谁呢 周恩来 排名第一的 他到过一百多国家的都市 他最推崇厦门 他认为厦门最漂亮 厦门 厦门市 因为福建的绿化全大陆第一位 是 厦门市最美的城市 包括古浪宇 这是他的看法 是 原来很常会念经 我们晓得这个美国历任总统 故事太多了 对 我们今天要谈到他这个 包括现在这个川普的这个勇气 勇敢 这有个排行榜 44个人当中 这个有 排名第一就是老罗斯福 老罗斯福跟小罗斯福 有堂兄弟的关系 对 您看过那个 博物馆金红业里面 那些东西都跑出来了 其中一个是老罗斯福 他穿军装的 那个军帽 那是老罗斯福 他当时 我们知道跟西班牙打仗 小罗斯福是身体有点不方便 他后来小儿麻痹 那后来原来还好 这两个是 但是远轻了 是 老罗斯福呢 那时候打败西班牙 古巴啦 菲律宾啦 关岛这些都拿去了 还有美国西部的开拓 他就喜欢这个战争 好勇都很 那小罗斯福 他在任任内 算是最久 四次 因为碰到二十大战 这个应该叫毁宪 但是没办法 但我们知道 一个大人物 他有阴暗面 后来因为美国政府 很多档案逐渐解密 我们才发现在 二十大战的初期 小罗斯福跟麦卡瑟 时下见面 麦卡瑟后来是 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 对 那么他们之间 有一个暗中的交易 就是我们知道 大家都崇拜英雄 不只是美国人这样子 小罗斯福说 你战后不能回来 选总统跟我竞争 因为麦卡瑟 在美国的民意支持度 是非常高的 否则的话 这个统材把它拔掉 可能是任命 尼米兹或者其他的人 对 那麦卡瑟讲 他政治从政没有兴趣的 他一生是没有从政 而且美国列任将领当中 经验最特殊 他参与国 一次大战 二次大战 包括韩战 所以他后来 在韩战后期 被免职 多了免职之后 他跟他太太说 我们终于该回家了 因为整个世界绕着跑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 美国列任总统的特质 有些我们快忘掉的人 不过附带提一下 美国人 他们这每隔几年 大概全国的 有四千多位历史学家 将要评估 选十个美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总统 跟十个最烂的总统 这个十个最伟大的总统 有一个最特别 就是林肯 始终排第一位 超过华盛顿的 他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 他有猎物的运动 然后这个最烂的总统 很有意思 还包括现在活着 活着的人 我就不要讲出来了 因为这个实在没面子 但是战后到现在 艾森豪 包括克林顿 包括雷根 评价都非常高 那个福特评价 就非常差 走路肠摔倒那个 好像重心不稳 还有小布希 所以小布希很好玩 当年跟我们台湾的 某一任总统在位一样 电视一出现就转台 是标房毒药 还有的人 就是迁到加拿大去了 讨厌这个人 对 刚刚其实最好提到 这个政治无孔不入 而政治面临到选举 其实常常会有宗教性质 像最近朴槿惠不是出事吗 为什么朴槿惠会 会栽在这个崔顺石手上 很多宗教性质 第一个是内化 他自己相信一些 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另外一个 是要把自己的相信 推广出去 让大家相信我 所以这有点军权神兽的概念 我相信我 我可以带领大家 来到这个 溺于乃之地 相信我 我可以带到 美国康庄的大道 所以这个信不信很重要 我们就要看到一个重点 为什么 因为这个信不信 最极致的范例 就是政治选举 可是事实上 观众朋友一般来讲 你可能不会参与这个选举 那怎么让变成一个 新经济的发展 阿忠哥我们看到 因为事实上 这些都是信仰 只有相信 他才有可能变成一个立基 变成一个生意 所以从政党也好 从政治也好 到目前的网络的发展也好 这种会员 不单单是交会费 而是相信一个 某一个人物 某一个事情 某一种模式 对 这个会员经济 我们讲说 他从很久以前就有 就像你讲的 从宗教各方面都是 对 好 那可是会员经济 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 突然又大爆发 因为关键是什么 数位工具的应用 可以让会员经济的 整个财务数字跳出来 对 那我们来看几个数字 你看到 元杰的关系也是很特别 对 他颠覆过去传统的一个 为什么 我们讲 你说在古罗马时代 我相信这个宗教 那我要跟这个教宗见到面 我可能这一辈子一次 对 我要跟他知道 他的什么东西 我要飞鸽传书 现在不是我滑滑手机 或者给我一个什么方案 我马上就可以拿到 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 我觉得我们举一个 最简单的例子 星巴克 大家有在喝咖啡 星巴克过去是不是拿一张卡 搞会员 台湾的面包店也在搞会员 星巴克很早也在搞会员 他给你一张卡说 你来我这边 我可以积点数 积个点数 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鼓励你消费 可是星巴克到现在 他做了一件最厉害的事 他叫你用手机 为什么 因为你常常卡不会带 对 如果你所以 但我给你手机 你是不是 你手机用QR Code一刷 你进来 我就马上知道 那最重要是什么 当他用数位工具以后 他可以知道这个会员的行为 他知道这个会员 每一次来喝咖啡 他是搭高铁的时候 常常会买我的一杯咖啡 或者他是在中午的时候 偷出来溜班的时候 来喝一杯咖啡 或者礼拜几到礼拜几 所以他可以倒回来 去做他的很多分析 而且针对你的消费习惯 进行促销 对 所以我们来讲 为什么最近会员经济 会变得非常红 第一个 因为你要找新用户的成本 大幅的成长 是维修旧用户的 最高是到25倍 所以你今天要找一个 新的Member进来 越来越贵 所以维修一个旧会员 可能花一块钱 找一个新的会员 可能25块钱 最少要花5块钱 最多你会花到25块钱 所以这时候 你要不要把原来的会员 好好维护一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透过行动端 去获取一个中层用户的成本 一年是涨一倍 越来越快 越贵 为什么 因为行动的东西的推陈出新 越来越快 所以你 旧的技术用用 现在又要换新的 所以它越来越贵 像FB的广告营收开始下滑 没错 所以你如果一直再去找就没有用 找新用户是没有用的 再来一个什么 很重要 如果你的顾客留存率增加5个percent 你最高你的获利可以增加95% 所以意思就是什么 这个老客户如果来你这里 一直重复的消费 对你的获利是最好 当然 为什么 因为你不用再给他赠品 你还可以从他身上 知道你未来产品要怎么开发 所以我们在台湾就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可以来支撑这件事情 所以当你把会员掌握好以后 你的公司的业绩可以做大 获利可以提升 传统的会员就是发会员卡 对 什么健身房 什么会员卡 这个弄不好就会倒掉 健身房很多倒了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个不是好东西 对不对 可是它经过很多改善 第一个叫什么 客户的忠诚度 你要把忠诚度放上去 像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 对 就帮你绑住了 那你就会变成说 我为了要得到一个免费机票 或者我要得到一个升等的机会 所以我就习惯性去采购一家公司的东西 这个也是旧的 再来一个是什么 线上社群 这个是新的 因为年轻人的行为 更多都是靠线上的社群 你在FBI有没有按赞 我举个例子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开一家拉面店 这个小元知道 他跟我讲 我跟他讲说 因为我是记者 他就说拜托阿周哥 你帮我找几个记者来采访 我就请了一堆电视台的记者 去采访他 后来他跟我讲说 请电视台没什么用 不好意思 我们在这边这样讲 为什么 他说因为现在消费者的行为改变 他说现在大家吃拉面 不是看了电视台报 然后我跑去吃 他是走在街上 看一看这边有新的扛棒 然后开始滑手机 这家店的正平多还是负贫多 负贫多的我就不进去 正平多很多人讲的 我就进去 所以问题是什么 所以线上社群变得很重要 因为行为 因为很多工具 改变了你的行为 所以你要跟着改 再来数位订阅 这两个是 这现在用数位工具 把会员经济 开拓出一个新的时代 好 我们看交易行为 大家看交易成本 当然现在新经济来临 跟新工具来临 很多交易成本就越压越低 像刚刚阿忠哥提到 因为什么 因为其实对于买家来讲 最贵的成本 就是找寻到最好的卖家 那同样的 卖家最贵的成本 是他把东西卖给到 愿意出价出最高的买家 所以买家卖家 中间的摩擦就叫交易成本 可是现在你看吃拉面店 这个五家店 到底哪家好吃 花花手机 马上可以得到 不进了一定对 可是相对准确的资讯跟判断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小元 其实事实上 现在这个网络 过去就是网红 网红他可以开开照片 陪你吃吃饭聊天 可是重点是如何 透过会员的模式 成为一个OTO线下整合 其实现在成功的人非常多 对 我们看 刚刚说虽然说招揽会员 或是让会员不要走很重要 但其实如果你只追求会员 会有很多陷阱 而且不一定是想要不要走 但一定都会走 对 可是你如果去追求 你不要走不要走 你用很多的官考 或很多的方式 其实不一定是好事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你会员来了 可是有些陷阱的话 你基本上会员不一定是好的 比如说你大局的招揽 免费的会员 你通通都来加入会员 免费的你就进来加入 可是有一句话说得好 免钱的最贵 或是免费的是大家最不珍惜的 所以基本上免费不一定是好当初 比如说我们家 我相信你一定不知道 所有人应该不知道 全家之前有大局的招揽会员 他现在会员有130万 你知道吗 全家便利商店 真的吗 可是没有人知道你知道吗 他砸了上亿元的停销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他发现了这130万会员 这几年来代表他的效益几乎是零 为什么 因为他完全得不到任何的资料 我们说大数据 没有 因为他也没有用手机购物 我们说什么他知道会员买什么东西 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说他后来痛定失踪 把他给全部取消掉 重新用手机来加入会员 这才有效果 还有另外一个 如果你要让人家不走 如果你用很多关卡的话 你也会持归很大 为什么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个人的经验 我们家那边的一个 有线电视的话 那时候叫他来申请网路 叫他来申请地赛 很快 隔天就来装好了 但是后来我要退掉 他说你不能退 为什么 你要自己拆机器 拿到我们的柜台去退 很麻烦 当初不是我装的 你现在要叫我自己拆 他跟你说很简单 你自己拆就好 问题是很简单 我爸爸妈妈会吗 我爸六七十之后会吗 就要跑一趟 上半生要跑一趟 所以基本上关卡很多 那你如果去真的好不容易退掉 你下次会不会加入 基本上太麻烦了 不会 很负比 现在的健身房也是一样 健身房你要加入很简单 但是你要退的时候 拜托不好意思 退会费 你要转让给别人 转会费 那你下次会不会参加 不会 所以基本上关卡的话 恐怕也是重成你会员重商的 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 你说会员经济是大企业的专利吗 之前你说你要打造会员经济 比如说Costco好了 Costco的话 你要大企业 你才能这样子做会员吗 或是你说 忏坤要加入会员 忏坤也是大企业 可是其实现在有什么 我们刚刚讲直播 脸书 社群都起来了 所以就算我一个人 我只要有够勤劳 我只要够有行销的一些创意的话 或许我也可以是一个会员经济的一个佼佼者 我们今天现在要请到一个超强的专家 超强 就是说 事实上要把这个玩好 其实每个人在做生意当中说 假如我500个会员 我光是做这500个会员的生意 就够了 我今天开一个自助店 自助餐厅 假如我有20家企业 每天这20家企业轮流跟我订便搭 哎呀 我房租固定成本就够了 其实每一个做生意都会这样想 甚至有一群忠实的跟随者 在你什么事都可以做 讲得很难 这真的成功的案例 对 我们台湾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个 陈炎厂486先生 我可以叫他叫姬婆先生吗 你知道什么吗 因为呢 今天来到现场 对 他今天来到现场 我先解释一下 你知道他最早怎么起来的吗 他最早在2000年2005年 他可能等一下要补充一下 2005年他都写最流行的部落客 你知道部落格 每次上去抒发一下心情 闲人 每次上去抒发一下 我今天用什么东西还不错 对 然后去逛一下妈妈网站 对 大家都在比较东西 他就觉得 这个商机还不错 他也是跟大家一样来分享一下 对 就是这样子做起来的 所以你看 他的部落客 已经高达4000万个人浏览了 这样子一直到脸书时代 50万个人 你知道吗 他的这个代表做什么 扫地机器人 2007年那时候 刚出扫地机器人的时候 大家觉得奇怪 这种东西扫得干净吗 又贵 这种东西又贵一台两三万块 486先生很厉害 他自己买一台实用 因为他老婆好像也不在扫地 他自己拿来实用 超好用的 还把它拍成广告 然后你知道吗 486先生每次都有个梗 就是一开始就是找一大堆那种 就是很奇怪的一些原因 然后到最后说 你看那么脏 弄起来 你看这么干净 大家就觉得说 真的是跟我们这种感同身受 你知道吗 所以说你看 他的粉术已经打50万个人了 你看8年 网路卖出6.5万台 这一台是两万多块 是在电视台的购物台当中 你要想象 超级专家 他是一个人 卖6.5万台 这不是一家公司 所以说他一个人就卖了100 卖银100家经销商 前两天好像前几天 我们那时候还在聊 他一个人 把那个人家一年半 还是三年的库存 他三个月就把他轻狂 你就知道他厉不厉害 是 我就马上起来 486来我们现场 我要请教一下 我们这陈大哥 486先生 这网路名人 你当初的起点是什么 为什么你会从这边开始 是因为兴趣 还是因为这是个生意 我当初是这样子 其实最早 我在销售的东西 其实产品品项其实不多 就只有几样而已 真正在热卖就几样 那我这些东西 我其实纯粹就只是为了解决 我自己生活上面的困难而已 像刚建源有讲 其实我太太她真的不喜欢打扫 所以后来我发现 美国有一个东西 我还会自动扫地 扫完自动回去冲 第二天时间到他就出来扫 这根本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后来我就买了一台 然后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就有介绍这个东西 所以很多妈妈就说 大哥不然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去问问看 刚开始你只是分享而已 对 我刚开始都是这样子 你还没想做生意 非常长时间了 对 十几年都是单纯 你那时候还没想做生意就对了 对 单纯 你只是想单纯分享生活经验 没错 我把它当成日记在写 所以我那个叫大丈夫周记 一个礼拜写一篇 对 这样子 那你不觉得真的很鸡婆吗 蛮鸡婆 这无聊 抒发 就是把美国送的经验 用到什么东西就用到好 那怎么开始变成这个生意 然后后来就是很多妈妈就 大哥不然我们好几个人要买 不然你帮我们问问看好不好 看能不能便宜一点 那时候我买那个水货 一台两万三千多块 我就问 我就打电话过去 说那我好几个朋友要买 他说不然一台算你两万块 是 当常省三千 你买不买 对不对 所以那个晚上我都说 好 那我为大家问到一个价格 两万块要买的留言 我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一醒来 一百多个人要买 那时候你一块钱没赚了 没赚 就一百多台 两百多万的营业额睡个觉 我们显部落格 有人每天愿意留言 看我们东西其实很感动 是啊 是啊 你们写的文章有人看 所以那时候你只是觉得 很单纯就是这样 而且其实我那时候分享 分享了十几年了 建源应该知道 分享了十几年 那后来就是为什么会堕落呢 后来就是因为太多了 那个资料太多了 我给那个厂商 做了一次之后我就不干了 我说我每天事情都不用做 对不对 后来那过几天厂商说 大哥 不然这样好了 一台我就给你几百块手续费 你帮个忙 你趴过去 愿意是转贴的 他们乱七八糟 说干脆拜托你 他说不然你再帮我 再push一下嘛 那一台我就给你个几百块手续费 我说好吧 看你这么诚意 我就帮他再办第二台 每一台都几百台 然后就这样过了蛮久了 过了半年之后 我就觉得说 我就觉得这样每天在部落格 这样copy贴 copy贴一下 个资 copy钱贴到握的档 很麻烦 这实在太蠢了 然后就把厂商给我的 叫做佣金 我说不然干脆这样子 我就找了一家城市设计公司 帮我写了一个很简单的购物车 花了几十万写了一个购物车 是 然后我就这样开始 就这样开始 然后那时候2007年 其实我那时候正职 我是商业摄影师 我在拍一些商业的一些东西 你知道2010年 有一天我忽然觉得说 其实这个购物 这个团购的这个 其实真的可以把它当成 一家公司在经营 为什么 2010年 2010年 好 我们先进行广告 我们就回来请教 我们这个486先生 他的这个生意的起点 本来是一个单纯 真实的个人生活经验 透过部落格的真实分享 加上他真心为他的一些 少少的粉丝真心服务 三个真心 创造他今天了不起的大事业 那这过程当中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 只靠真心是没有用的 中间用什么样的方法 用什么样成功方法 让自己成就一番事业 也让他的粉丝群 享受到人生极大的物质快乐 我们这样的语告 快来进一步请教他 人生有很多偶然 但是这些偶然 累积起来会变成必然 然后我们今天邀请的 就是我们这个网购 网路的这个行销达人 486陈延厂 他利用他人生的很多偶然 现在成就他的必然的事业 去年一额4.7亿元 今年一额13亿元 我刚刚在广告时间问他说 股票是不是上市 我们有没有机会来参与他的伟大的事业 是不是要我请教你 因为事实上很多人都想做这生意 我相信很多人说去做什么饭店 吃什么好吃 也是做利用部落格的方式做分享 你能分享你成功的经验 因为你的这个成功案例 比现在购物台一些一节二节还强 大概是这样子 其实在写部落格当中 其实他必须要先知道 我在写部落格之前 我在震荡行当业务 我本身就在行销 做那个营印机办公设备的 对 传真机 所以销售对我来讲 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重点是你能不能找到好的商品 所以在以往 我在介绍那个东西的时候 第一个我一定要有照片 要有证据 对 对 我说好 那我要让你看看它有哪里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很多人 他写一些部落格 废话一大堆 开箱先从纸箱看什么什么 一样一样拿 哪有人那么多美国时间 所以我就直接东东西都拆开来 直接告诉你 好 在哪儿 直接然后我来Demo给你看 扫地基 你看这地上有多脏 来 我就让它出洞 扫给你看看 扫完你看看地上有多干净 我拿手电筒去照 对不对 Burlion 所以就是这几个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情境 我可能就是有时候会塑造 你看如果你有这一台 你下的班你多轻松 对不对 你接了孩子回到家煮完饭 地上你根本不用去担心 已经是干净了 是的 对 所以我就一直去寻找这个东西 那当然就是说文章 也写得有时候比较幽默一点 比较真挚一点 对 事实上我要问你 这个陈大哥 你会不会有厂商压力 譬如说我跟阿忠哥都在做扫地基层 或者都在电锅 诶 陈大哥 你卖那么好 我多给你两百块手续费 不行 多给你三百块 按你的卖法 随便买一万台 一百万 两百万 久而久之一定会有诱惑 我们通常跌倒就是因为软弱 这个钱阿忠哥只给我赚五十块一台 世光卖东西赚五百块一台 我条件我跟阿忠哥东西差不多 只是他的品牌比较大 我品牌比较小 这时候不是跟你压力吗 你怎么在这边上做取舍 跟品牌推荐 基本上是这样子 其实我做生意 我从以前到现在 我实在是不贪心 是 我不会说因为说这个东西利润高 我就来跟你合作 那我在推荐东西 第一个就是我要真的觉得说 这个东西真的很棒 这个东西真的很了不起 再来就是说 我会去评估这家公司 它售后服务的能力好不好 因为你卖越多 服务才是真正最重要 那你知道我是靠网路起家 但是你要摧毁一个人 网路速度也非常快 对不对 所以你要是售后服务不好 你看 其实刚刚那个资料是旧资料 我到现在已经卖了八 已经十万台的扫地机了 你有已经十三亿了 真的喔 对 已经十万台了 所以你看看 你那个故障率维修一定会有 每一个机器人执一个晶片 就跟那机械供底一样 再卖下去五年就选总统 因为每个家都有一点 每一个家 你都是被你控制的 不会 没办法控制 对 所以售后服务你看就很重要 所以我在找厂商的时候 又不是你服务 是厂商要做服务 厂商在服务 所以我一定会评估说 它的售后服务的能力 我会很彻底的去了解 不然的话你卖越多 到时你简直就是砸了 你自己的招牌 对 你人生的经验其实蛮特别 因为事实上 这个也不是瞧不起成 因为事实上你这个读书的过程 你中间还去当油漆工 摆地摊 餐厅学徒 那是高中 这对你人生什么样的经验 这个其实刚刚 刚广告的时候我在讲 其实我高中比较不好意思 很少在念书 我都在忙着打工 都在赚钱 对 小时候环境比较不是很好 所以那时候我国中一年级 要升二年级的时候 去当油漆工 那时候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就很珍惜去打工 当油漆小童工 所以那时候第一次享受到 我赚钱的快乐 对 你知道吧 因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拿过 什么零用钱什么 真实的钱 我真的觉得我长大 我觉得大家负担很大 唯一的快乐是我开始赚钱 我终于可以买 我自己想要吃的东西 真的 那个感觉好爽 再也不用看妈妈脸色 我要喝食罐可乐 不好意思 我赚得到 我想干嘛就干嘛 所以那感觉国中就有了 所以后来我才去当业务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业务钱赚的是最多的 除了老板之外 对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你会给现在后劲的 想透过这个网路平台 做家议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你会给现在后劲的 想透过这个网路平台 做家议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因为真心真诚不代表能够成功 很多人都很认真 但是真心真诚 你才能长长久久 不见得一开始会成功 这我承认 那其实我认为 我的这种成功的模式 是真的是可以复制的 因为它没有什么技术 它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 你讲那个重点 第一个 你一定要找到好的东西 所以在我们的 我刚刚讲过了 在我们486团购这边 其实我们真正 真正畅销的商品 其实不多 大概就四五样而已 可是事官你要知道 这每一年 我开发出来新的商品 有时候零 就是有些东西 我就觉得真的不错 对 刚才我也实际的来使用 我们同事也使用 结果后来发现说 它可能会容易发霉 那我就觉得 那还是不要 或者说这个东西用一用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 例如说它会比较烫 会发热 可能家里面小宝宝 会万一烫一下什么 那我想一想还是不要卖 对 小云不要不错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刚刚486团购很大的重点 成功的事情 是一定可以复制的 是... 假如你的事业 是不能复制的 是不会成功的 没有 其实我依照 交配者来看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 486的东西 你知道吗 它每一段影片 都有对照主跟比较主 对 所以你东西出来 吸人机也是四五个吸人机 在比较你知道吗 所以它都帮你弄好了 对 因为它是很老实的 就是比较一下 我跟廖慶学